大家好,我是奥雷 今天完结,魏斯里系列 其他关于魏斯里的电影就不做了 这条讲的电影叫《魏斯里之蓝雪人》 这一部和之前几部一样 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魏斯里是外星生物分析局的精英成员 他所处的这个世界 是人类和外星人并存的世界 不过绝大部分普通百姓 还不知道外星人也生活在地球上 一天,魏斯里的一个朋友 发现了件奇怪的古董打算卖给他 朋友说的太夸张 反而让魏斯里失去了兴趣 而在此时,女主小芳也来到这里 她也是来买这件古董的 原来奇怪的古董是一只蓝色的手骨 魏斯里看到朋友坑美女 于是帮小芳以较低的价格买到了手骨 出门后,魏斯里想找小芳搭讪 却找不到人 这时,特警队的大白和小白来到这里执行任务 准备消灭一名犯罪的外星人 魏斯里一直跟他们不合 所以打算和他们抢任务 这次要消灭的是上市外星人 只是个C级的小怪 所以并不难 但是上市外星人献出原型后 直接变成A级怪 秒杀了一名特警 众人不是对手 魏斯里主动拉仇恨 引开了这个怪物 但是自己也成了怪物的盘中餐 小芳再次出现 用戒指秒杀了这个A级怪 其实魏斯里小时候见过小芳 还有其他同学也见过 不过他们被小芳消除了记忆 在外面罚站的魏斯里刚好躲过 保留了记忆 特警队打算连接魏斯里的脑电波 希望弄清A级怪是被谁杀的 小芳为了隐藏自己 放出干扰信号 众人只听见一个蓝字 原来小芳是蓝血人 触手怪为了拿到蓝血圣经 屠杀了全部蓝星人 只有小芳和弟弟坦逃出了蓝星 半路上遇到流星雨 只好迫降在地球上 到达地球后 两人便失散了 正是守虎 正是坦的手 另一边触手怪也来到地球 夺取了两名警察的身体 假扮成警察来方便寻找小芳 他们就是浩男和浩女 魏斯里醒来后 找到这里的负责人 魏先生 借来了三名异能人士 要求他们同时发工 增加自己的脑电波 以此弄清小芳的背景 最后他们总算确定了小芳的身份 他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两百多年 一天 国际通知犯老王为了炮小芳 假扮自己是魏斯里 原来小芳之前一直不知道 刘德华所扮演的就是魏斯里 老王想占便宜 魏斯里就联系上了小芳 此时魏先生突然决定抓小芳 原来他一直在研究蓝血星人 想要获得像他们那样的力量 大白和小白想要阻止他 反被他关了起来 老王遇到浩南 为了活命 只好骗他们说 自己知道小芳在哪 于是把浩南他们带到了特警队 想利用特警队的力量 杀掉这两个触手怪 但是这两个触手怪太强了 特警的武器对他们造成不了伤害 两个触手怪就在特警队大楼里 展开疯狂屠杀 魏先生还没弄清楚状况 触手怪就杀了进来 随后魏先生被寄生 相当于被杀了 小白和大白春烂 将魏斯里和小芳救了出来 他们跟着逃生专家老王走 希望他能找到逃出去的方法 但是老王却遇到了浩南 浩南直接秒杀了老王 眼看必无可避 大白决定牺牲自己 用炸弹和触手怪同归于尽 但是触手怪不怕炸弹 不过还是给魏斯里和小白逃跑 创造了机会 张耀阳演正面角色 让我很不适应 我一直在猜他什么时候叛变 怎么还不叛变 却没想到他从头到尾都是正面人物 魏斯里和小芳逃回到了香港 两人趁着浩南还没来 抓紧时间交配 由于外星人身体构造不同 缺了一些东西 魏斯里只好跟小芳神交 早上小芳的弟弟坦 突然出现在这里 没聊两句就袭击了他们 魏斯里醒来后 为了寻找小芳 带着小白去找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有强大的感应能力 可以找到小芳 另一边坦向小芳 倾诉了自己的遭遇 他之前被人类抓到了研究室 这些人为了研究 什么都做得出来 还砍下他的手 故意把小芳引出来 所以他决定和浩南合作 只要他们能回蓝星 他就把蓝雪圣经交给浩南 坦宁愿相信一个将蓝雪星人灭绝的出手怪 也不愿意再和人类打交道 随后魏斯里联系到小芳 小芳劝魏斯里放弃他 和小白在一起 坦带着两位出手怪来到这里 告诉他们 蓝雪圣经是一股精神力量 只有小芳知道在哪 浩南一听 直接干掉了坦 此时魏斯里正好赶到 一枪打死了浩女 这什么子弹呢 至少交代一下吧 经过一场追逐战 浩南进入到了魏斯里的身体里 小芳用蓝雪圣经的力量 与魏斯里千人合一 将浩南逼出体外 最后二人合力 干掉了现出原型的浩南 里面最后 小芳变成了能量 将蓝雪圣经送回到了蓝星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浪费生命 不要去看 要不是为了做完 魏斯里系列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丝毫看不到演技 剧情方面 还有一大堆bug 最后 小白完全就是别人的代替品 实在太可怜了 最后重称 垃圾电影 不要去看 就说这么多 我是奥雷 我们明天见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吉山户外 带你去西藏 体验真正的藏地旅行 给大家介绍一个 天猫内部优惠商品的折扣群 剁手党不要错过哦 我再说这个邀请 给大家看